一句道歉都没有。女记者向陈玉瀚提告。 宝道梦想家球星陈玉瀚保出劈腿并对记者女友有品于施暴,尽管陈玉瀚9日遭球团开罚半个月月薪,然而在她透过球团发布的声明中却对女友直字未提,让有品于决定对陈玉瀚提出伤害罪告诉。 有品于于脸书表示,我不知道我能否接受道歉,我以为我至少能得到一句道歉,原来这些日子我承受的折磨,连一句对不起都得不到。 有品于也说,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受到责备与质疑,也没有要否认自己做错的部分,并批评陈玉瀚大迷护账惯了,烟熙让周遭的人信任她惯了,一切都很不公平。 有品于表示,既然球团认为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违法施政,我会向陈玉瀚提出伤害罪告诉,让司法去判定。 随后有品于再度于脸书发文表示,不是要求团罚了她有多重,不是要她多惨烈,我只是要她真的知道自己错,这是她一直以来的问题,而且还反过来攻击我敌我,成了护航大队,这样对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